条件表达式 是我个人用的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最后一句 这里面写出了一个 条件表达式的 一个代码的格式 它是由一个case 来起始 由一个and来结束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 作为一个字段来使用的话 也可以通过add 来设定一个字段的别名 然后中间呢 就是 由一个一个的 问和振来连接的 问来进行一个条件的判断 如果这个条件判断出来的直为真 就是符合这个判断条件的话 振是给它输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走下面一个判断 去看条件20是符合 如果符合的话 给它条件2就用了一个结果2 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就是再走到条件3 就依次判断下去 最后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写个else else就是我前面所有的条件都没有满足 那都不满足的情况下 我给它一个结果2 那这就是一个 conce1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那按照我刚刚所介绍的 大家可以发现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顺序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条件1条件2条件3 哪个写在前面 哪个写在后面 可能是会对我的结果是有影响的 因为一旦我的条件1满足了 我就不会再次判断条件2和条件3了 而直接是给到一个条件1满足时候的一个结果 那这里面的结果既可以是我表中已有的一个字段的值 也可以是我后复语的一个值 那可能我现在这样是说 大家可能还不是能够很清楚的感知到这个条件表达是 得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我来用例子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COLS这个函数 它填补空置的这个功能 也可以通过条件表达式来实现 那怎么样来实现呢 这边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里面 我还是希望拿到每个员工 他对应的直属领导的一个姓名 关联上去 但是如果用COLS的话 就是如果他的员工作用的领导 姓名是空置的话 我就把员工他自身的姓名放上去 那这是一个COLS的写法 那我如果用条件表达式的话 我可以是这样子来做 Case起始 然后用问来连接我要判断的一个方法 就是C2 如果C2表中的 C1是空置 那么我给他负一个值 C1表中的C1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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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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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真值的话 我指定的是这个名字 那如果他不是真值的话 我就给他其他的条件 让他用另外一种形式 那这里面既可以是我的一个字段 也可以是我指定的一个值 那比如说还是用这个例子 我们刚刚说 用Colice节目的时候 我可以在这里面写上 用Colice来判断 如果Colice name是空值的话 我就用我指定的这个值来进行一个代替 那同样我在Case文表达式里面 也可以这样来写 当我判断这个条件是空值的时候 我用 Colice或者Colice 我指定的一个值来进行一个替换 大家可以看到结果还是一样的 那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应该能够比较直观的感觉到 这个Case文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那我再来举个例子 我们用 Sales表里面的 Customers表 这张表里面有个字段叫做用户的邮件 如果大家去仔细看的话 我们看一下 邮件里面的话 因为不同的用户 他可能选择不同的一个服务商 他的邮件的后缀是不同的 有的是雅虎 有的是MSN 有的是Gmail 是主个邮箱 那么我现在想对这个提醒一下判断 我想去统计不同的邮箱 使用不同邮箱的人数各自有多少 这个时候我也可以使用一个Case文 因为这就是我的一个分组 但是我没法直接把这个Email作为我的分组条件 因为他每一个值都是不同的 我只是要针对他最后的一个邮箱的后缀 进行一个分组 在这个时候用Case文就非常的方便 如果这个字段Email这个字段是包含雅虎 那么我给他命名就是雅虎 雅虎没有 如果他的Email是 那我给他吃 如果 他吃了 组作邮箱 其他的 然后我以这个维分组条件 我去统计 最同的邮箱下面的一个人数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发 就按照我的case1的一个表达方式 最后统计出来了 不同的邮箱的使用的人数的情况 那有的时候我这个L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必须的 那如果我漏掉了这个L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来运行一下 就会发现我这里面除了我指定的三个 雅虎、MSN和Gmail以外 甚至都为空姐 这又是因为当其他的邮箱 经过我三轮的条件的判断之后 都没有满足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给他不满足的情况下 应该有什么值 那他就只能是空值 这就是一个 由else和没有else的一个区别 就是对于条件都不满足的情况下 他会不会有值 这就是case1的一个表达方式 其实大家会发现他非常的容易理解 还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条件 每个值去一个一个判断下来 然后给出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值 那如果我现在想把这个结果做一个转置 我把我的需求自己写一下 我现在想是要取五列数据 第一列是一个总的 用客户做 第二列 第一列 第二列 使用mfn的 这是第三列 保护用 主要 家序的 我不错 不除 不累 是不是 不错 我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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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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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其他课详的设计器 那这是我希望他呈现出的一个查询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样来进行 写我的代码来达到我这个目的呢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在想 我可不可以是用Wire条件 分别去做这个限制 当然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每次做一个Wire 筛选出来用户的时候 他相当于是自动把我的雅虎用户排除在外了 那相当于是我需要分别成绩5次 第一次是不做任何的Wire筛选 得出一个总设回复 然后第二次是做MSN 把MSN放在Wire条件里面去做一个通知数 和评计 那一类类的 这样的话 呃也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个小目的一个目标 但是 他就显得 呃不高效 嗯 怎么样可以通过条件表达是在一个 一次查询中就能够完成这5面呢 呃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他摆成这样 从这张表里面 然后我在做第二列Count的时候 我给他加一个条件表达是Case1 如果只有当email去 MFN邮箱的时候 才 替这个用户 其他的 可以闹耳子 通知 因为我们 讲过Count 在 技术的时候 那我只是不会进入进去的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一个用户是一个MSN的邮箱 我才会有这样一个Pustomer ID 不然的话就不会被进入进去的 同理 这边是雅虎 邮箱 Gmail 邮箱 那最后一个其他邮箱 这里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要排除掉 所有的MSN 雅虎和Gmail 那我这里面的条件 是相当是有三个并列的条件 都要满足 一个是 不过不是MSN邮箱 并且 不是雅虎 邮箱 并且 不是Pmail 才会起 寄付 或者的话是一个空格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这里面因为 我是直接做的一个聚合的统计 并没有一个分组的 一个限制 所以我后面不用加空带 那我现在来运行一下这段带了 大家就会看到 这就是我想要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我一共有五列 第一列是 不多任何的效果 该选 统计所有的用户人数 第二列是统计 邮箱是MSN的 用户的人数 第三列是 雅虎邮箱的人数 第四列是 统设有商人数 第五列是 其他有商人数 那这就是一个 条件表达式的用法 它也可以直接使用在 我的 击合函数里面 那如果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是去做Count 而是去进行一个求合 比如说就是Sum 那我后面的这个 else的值 我可以给它复成零 就相当于是 只有满足我这个条件的 值才会被算进去 其余的话都是零 不会影响我的一个 求合的结果 就是看大家具体的 一个使用的场景 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一个 条件表达式的方法 它既可以 应用在 直接取 数据作为一个字段 展示出来 也可以在我们做 击合函数的时候 作为一个判断条件 直接放在击合函数里面 来进行使用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 一个主要内容 向大家介绍了一些 我个人比较常用的函数 还有很实用的条件 表达式的使用方法 那SQL中的函数 还有很多 可能我们这一节课 没法完全覆盖到 但是它们用起来 其实跟Excel里的函数 还是比较相似的 只要正确的写出 函数的公式 然后套用在对应的字段上 就可以了 而且函数之间 也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也可以直接应用在 条件表达式里面 那总的来说呢 函数跟条件表达式的使用 都还是非常灵活的 大家可以在练习和实践中 多思考 看看怎么样可以组合使用 那下节课呢 我们会介绍 相对更复杂一点的窗口函数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节课见